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清潭场景 原本七魏明氏 在历史的辗转流传中却是其三 于这四人包衣薄带 列作于华美的地席上 宽大的衣服飘然于室外之姿 尽显魏晋明氏的高义之风 因此宋徽宗赵琪提名为孙魏高义图 这位面带笑容侃侃而谈的士大夫 是此次清潭的主辩手 正式之音的代表阮吉 他手持的擅壮之物是主尾 清潭时既可福会清熟 又能装点门面 与阮吉相对而坐的三位 兴致盎然地聆听着他的高谈阔论 清潭是未尽世人的必修课 以礼服人外更注重清潭的技巧和氛围 讲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口舌获得快感 让身体获得舒展 让自我得到放飞 因此对于清潭名士们来说 姿态首先要够叛逆 在讲究坐相的古代 正统的寄座要摒弃 王荣的裸足夫座 或者山涛的披荆报夕 才能获得审美的愉悦 其次是氛围的营造 九中天地任逍遥 竹林七贤每个都是饮酒好手 饮酒自然少不得酒聚 画中七贤们的酒聚别具一格 形态各异 金 玉 铜 七 瓷 俱全 堪称古代酒聚大观 众人酒憨而热 素有醉猴之称的琉玲 以面容微醺眼神迷离 一旁的小丝柜乘着双耳拓壶 小心翼翼地侍奉着 助兴的除了酒还有诗悦 琉玲身后是擅长如意舞的王荣 他手中所持的温润奇长之舞 正是当时的如意 王荣之后的山涛目不转睛地思考着什么 身后的童子正解着琴囊 准备地与主人诚信服去 在酒精 音乐和诗舞中 众人就老庄之学稀里变难 在辞早和姿态的审阅中 获得精神的慰藉 孙卫也打破中国传统汉画中的空间纵深 将四人按顺序均匀分布于画作空间 没有大小 远近 疏密关系 只以银杏 松 怀 垂流等数时与人物相间 体现人物的平等关系 以及人与自然的融合 跨越时代特性 以不羁的构思和开启五代先河的数十村染笔法 孙卫将这场清谈定格成一幅最难其仇的一格之画 传递着未尽民事不羁的个性 探求着自我的解放和飞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